虽然说你们有时候点这个 点下去之后发现上面 C等于这一串它是乱码 但不代表它不是一个中文 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编码关系 所以也就是以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很多的网站 像电子商务的网站 或者地方网站 其实它上面都是一堆乱码 实际上有时候可能它是传英文 有时候可能是传中文 只是因为经过编码之后你看不懂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如果有意义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规则找出来之后 那不就可以把它整个网站上面的所有东西 通通给抓下来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慢慢去观察 还有多多去实作吧 这个大概就是又是一个新的案例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爬虫的这个里面还蛮多东西 需要特别小心的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把这里面的每一个每一个类股 通通抓下来 第一个当然我就建一个串列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用for i in range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就上面加一个这个stock的一个串列 然后里面把刚刚这些名称 通通过加上去 后来我试了一下 我发现这些名称 它就几乎是就是等于每一个上面的超连结名称 所以我就把那个名称给带过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在这边跑一个这个回圈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for i in range 就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回圈 分别把它抓过来 然后呢在这边呢去把它run一下 这边的话去把这个名称放到这里来 然后encoding 串到这个c底下的这个参数后面 然后第一次就水泥 第二次食品 等等一堆 可以有没有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把它逐一逐一的把它全部抓下来 所以底下当然 后面我就不掩饰 因为后面其实你可以把它存当起来 或者是说 可以试试看 如果假设我们不是要一个 就不是要全部 而是说我希望 比如我下载水泥的话 我希望帮我把它存成水泥.csv 然后食品就食品.csv 也就是不要全部存在 因为全部存在一起 这样我要看不方便看 我希望分开来的话 那要怎么做 当然你如果全部比较简单 全部把它穿 像刚刚我们一样 可是我现在要分开成每一个csv的话 这个也许请各位自行练习一下 因为后面前面都讲过了 我就不demo了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基本上这样一run 应该就ok了 它就一直跑了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可能 因为大家一直run 可能等一下就会出现什么 连线失败的可能性 其实还蛮高 所以等一下要run的话 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 不然你同时run太多格 我不知道它的上限是多少 但至少之前就有一次 一上课 讲到这个地方 没多久 那个Yahoo的股市 那个网站就连不上线 所以被迫我们又只能先带其他案例 但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是运用什么 运用这个东西 后面把它串一下 ok 再来就是说什么 把参数放后面 然后让它去 底下这个 因为个股 这个蛮多的 如果你自己做 比较花 你就拿我这个先复制贴好了 至少知道 这个前因后果 另外的话 也试着再找找看其他案例 因为网路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 然后我们也是尽量找一些 每一个案例都不太一样 给各位去做练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后面的部分的话 也许就是 请各位练习 就是把每一个类股 下载之后 也许另外再存一个档 那存档的名称呢 干脆就取 比如说水泥.csv 食品.csv 分别把它存下来 如果你要存 假如说 你会 因为这档案还蛮多的 所以呢 假如说你不希望跟其他混在一起 你可以像我这边 我另外就在src上面按右键 另外一个furter就可以 furter的话 也许我就叫做 比如叫stock 然后呢 将来就直接把 下载的东西就丢在那里面就好了 那就可以看到 类似像我这边 就会有 全部的个股 这边一个一个的 全部都把它存档 如果你要打开的话 直接打开化学就有了 OK 类似像这样的 下载 试一下 其他后面部分我想存档这比较单纯 反正就是fw等于open open后面的名称反正串一下就OK 试一下 存档 特别注意 练习的时候我建议 那个stock这个 这里面的总共会有很多个项目 我建议先练个两个三个就好了 不然的话一下跑啊 跑啊 很快 可是问题 可能会造成 之后可能会连线 那 尤其是城市跑的 它没有任何 跑得很快 可是问题 对方会认为说你是恶意城市 所以甚至可以可能把你阻挡起来 那其实我们下一个request 其实就等同是浏览器就开一次一样 只是说我们是用城市去开 一般人是用浏览器去开 但是有的时候saver不见得可以辨识 说到底是浏览器开还是用城市去开 OK 所以其实有一些恶意攻击城市 要攻击人家 其实倒也不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什么 算好那个时间流量 然后大量的产生 就是那个连结 然后会造成什么 那个网站server 本身就可能有瘫痪的疑虑 OK 不过当然现在 防火墙也都有把这些问题列入考虑 好 所以待会也许你们假设 我假设只是用两个 然后代替 它底下的话其实就还蛮容易的 就是说 我把我们刚刚串的东西 一样再丢给一个s 那s的开头 就是在自己加上 总共避开第一栏 第一栏不要 后面总共还有11栏 那后面记得呢 再加一个换行符号 就是11个栏位 然后最后记得要换行 因为没有print 这个很重要 因为常常做错 因为常常很习惯 就是直接 那这个11个栏位 我是从哪里的 从网路上直接复制贴过来 中间加豆点就好了 然后并且把刚刚print的结果 把它用s 最后的话我一样prints 然后把它写到哪里 我是在我的那个 这个src的这个根目按右键 你有一个folder 名称叫stock 然后把这两个档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把它存在这底下 那特别注意 这边n的话 因为我刚刚遇到一个 我是觉得真的是常见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for i in range 后面的话是start哪一个 后来发现 因为里面的也会有一个for i 所以造成到时候输出的时候 那个i混乱两个都这样 或者你换一个名称 要不然另外一个 我刚刚把它改一下 叫for n in range 算了 for each的 每一个把start先放在n好了 这样的话 可以以后的话底下这个档名就叫n好 不然的话 我刚刚这个地方 自己一直卡很久 有时候常常也会遇到这种愚蠢的问题 自己觉得自己怎么会犯这种 很不应该犯的错误 ok 其实还蛮那种 后来发现尽量避免不要一直都for i 有的地方可以用for each的写法 这样也可以避免要错误 ok 好那这样的话 我就把它一个一个存 存档之后的话 帮我放到这里 最好 我把它delete掉了 反正这样的话 就可以很方便的 一下子全部帮我存进来 不过我只做两个就好了 两个 然后这边 按右键 refresh一下 水泥跟食品 就可以抓下来 并且把它打开 资料就全部下来了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希望 甚至你还可以 针对这个资料填个颜色 因为现在它黑白 但后去可以延伸还蛮多的 反正你只要做 你这个食品还包括水泥吗 食品包括水泥 我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迭代是一次迭代一个 然后一次迭代两个 一次迭代三个 对 所以怎么办呢 要把那个print拉出来 或是存档拉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外面的话 就没有n 就没有n 那有个方法 就是说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s s里面的资料 它就会一直串 因为我是s等于s 一直串一直串 所以变成说 水泥之后的它没有清除掉 所以变成说 连那个食品的上面也会有水泥 所以最后 可能的做法就是什么 把它再加一个叙述 就是当它write出去之后 有没有 就多一行就可以了 s等于什么 没有东西 有没有 也就是说我write完之后 我就把那个s的变数里面怎么样 把它清空 应该 懂意思吧 因为如果没有清空的话 那s里面的资料就会一直都有 而且会一直串串串 有没有 OK 应该懂的意思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 应该就不会有这个刚刚的问题 所以江澄蛮细心的 因为我遇到 好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当你最后已经把s的资料 写到那个档案之后的话 再把里面的资料清掉 那s这个变数里面 就不会有旧的资料 OK 你的意思的话 应该要上面那个开头 然后带到时间交易 这一个才对 不然你第二个食品的话 他是没有开头的 对 所以这个 把第六条 扣到第29条就可以了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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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8 放进去 对 你说这个s 对 放进去 哦 对 他就重新在 重新在指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 当他重新来过的时候 应该放这里也可以 放在那个初始词 就是说 给他重新一个 重新赋予词就对了 这个就不用了 这样也可以 所以其实程式放的位置 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我刚刚放上面 那变成他初始 就已经有栏位名称 然后一进来之后 没有把它清空 所以那个栏位名称 他就一直 都有 然后没有清空 所以 等他这个地方串 串底下的东西串完之后 写完之后 回到这边之后呢 他又重新把它盖掉 因为 除非说我们这个前面 多写一个s加的话 那变成就是一直串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等于是盖掉 这个写法就是把前面的资料 用后面这个字串 把它盖掉 然后再去串 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刚刚的问题 所以我最后再把它跑一下 所以这个把它再删掉一下 OK 然后 刚刚食品已经开了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删 因为它hold住了 它已经在memory里面 那再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如果再开食品看看 应该就 没有刚刚的这个问题 再按右键refresh 食品 看一下 有了 OK 食品里面就没有水泥了 不然的话 食品里面有水泥 那就很麻烦了 OK 好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其实 对 这样麻烦到脑力了 你必须要非常的聚精会神 而且 必须要把自己的人脑模拟成电脑 然后呢 等于是你的人脑里面的memory 记忆体真的也有那种记忆体的概念 这样的话呢 非常要花脑力 所以 很多时候 陈日写完之后 真的是 整个人就快瘫了 因为真的已经 脑力已经几乎是用尽了 刚刚同学蛮不错 概念很清楚 写的位置 就把它写正确 最后呢 我会把刚刚我写的程式 一样把它放云端给各位参考 都说得好 这是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